从没见过如此憋屈的校霸 不仅被揍进医院 还被告发吸毒 照此下去 自己铁定被送进监狱 只能跪求学霸 向律师说明毒品不是自己的 学霸却觉得他是罪有应得 可好朋友饭时却一个劲地劝说 无奈三人组便跟着泳斌 来见律师 他们却不知道 已经中了校霸的圈套 见到的不是律师 而是大壮等人 老大说他们打断了大壮的胳膊 要挟他们 三天内拿出一百万赔偿 并拿着刀划伤了绣号的手臂 以做威胁 这期间 老大天天派人跟踪师恩他们 眼看三天期限将至 师恩决定主动出击 找小美打听老大的信息 得知老大是个无恶不作的人渣 师恩猜测就算给钱 老大也不会放过他们 小美也知道跟着老大 不是长远之际 便想和师恩合力除掉老大 告诉师恩 老大利用赌博网站 骗取学生的钱 然后再借高利贷给他们 孩子们根本还不上 只能从父母那儿 偷值钱的东西来抵押 并且还让他们向学生们兜售毒品 所有的证据 都在他的保险柜里 师恩连忙找到绣号和范石 告知他们 只要报警 找到老大的犯罪证据 事情便可以解决 却不料钱一晚 范石为了筹钱 悄悄溜进父亲的房间 拿走父亲的名贵手表换成了钱 想要将钱给老大送去 师恩和绣号都不同意 用钱解决 于是绣号准备 先打入敌人内部 跟着老大坐车离开 小美见他们离开后 赶紧上前告知师恩地址 师恩立刻将地址 发送给警察 而一旁的范石 见绣号被带走 不顾师恩的劝阻 焦急地坐车去救绣号 而老大将绣号带回窝点后 却不讲武德 一把将绣号打倒 拿着绣号手机 发现他报了警 拿着棍子 对着绣号就是一顿打 然后带上众人出逃 却正巧碰见追过来的范石 天真的他以为把钱拿给老大 老大就会放过他们 却不料 老大不仅拿走了钱 还把他一起抓走了 警察碍于没有证据 也不能私闯民宅 只能先行离开 师恩却不可放弃 立刻翻墙进去 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只留下地上一滩血迹 赶紧打电话给小美 正巧小美跟着大壮 去找老大 便发了定位给师恩 还让师恩一定要报警 不然他们全部死定了 想起范石责备他 独自让绣号面对危险 师恩决定立刻出发 此时的大壮和小美 已经见到老大 老大知道是小美 将他的事情捅了出去 对着大壮就是几棒锤 小美忍不住出声制止 却被小弟带走 见大壮倒下 老大转而对付绣号 拿起小刀就要刺向绣号 却被大壮一把抱起丢开 既然大家已经撕破脸皮 便直接开打 老大也不是吃素的 大壮只能被压着打 甚至被刀刺伤 最后关头 老大被小美一锤子放倒 艰难起身后 一把掐住小美的脖子 就在小美快要被掐死时 警笛声响起 师恩闪亮登场 并说警察马上就来 众人慌忙出逃 师恩赶紧上前 给绣号他们松绑 正当几人准备离开时 老大一伙人却又回来了 原来警笛声 是师恩用手机发出来的 一群人再次开打 场面瞬间混乱 小美趁乱带着大壮跑了出来 却不想刚好碰到警察 原来师恩赶到后 便立刻打电话报了警 正当老大准备 一刀解决师恩时 警察鸣枪制止了打斗 老大见识不妙 赶紧一个人先溜了 师恩知道他要是逃走了 后患无穷 便立刻追了出去 就在老大以为 自己已经跑掉师恩 转头却看到追上来的师恩 师恩拿起旁边的笨子 不管不顾冲上来就打 却不敌被扔在地上 此时绣号感到 两人一起对付老大 可两个学生 怎么是社会老大的对手 绣号虽然一拳打掉老大的刀子 却还是被掐住了脖子 最后师恩捡起旁边的石头 打中老大的腿 紧接着绣号一拳 将他打晕过去 最终所有人被警察抓走 绣号被送到医院 警察将师恩和范石 带到警局路口宫 此时范石爸爸的秘书走了进来 原来范石爸爸是博会议员 因此轻松解决了此事 秘书让师恩先走 当师恩刚走出警局 便看到等在一旁的小美 告知小美大壮的情况后 便带着小美到医院 看望绣号 小美为之前的事情 向绣号道歉 得到了绣号的谅解 师恩告知了绣号 范石的爸爸是博会议员 已经帮他们解决了 所有问题 让他不必担心 最后还特意出去 给俩人买了吃的 绣号激动得差点落泪 肉麻地说 觉得师恩很温暖 师恩也终于第一次笑了 三个人愉快地吃饭聊天 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却不知道 因为老大的一句话 更大的危险即将来临